它的股价在未来两周一个月很有可能碰到下面这条紫色的120均价线 那会碰到可是跌破的可能性比较低 所以它碰到120均价线呢 我时常在思考什么是健康的生活状态 是每晚都有良好的睡眠品质 或是可以每餐毫无忌惮的享受美食 亦或是每次都可以头脑清晰的做决定 所有让你生活更健康的产品都在 丛林健康世界 跟着班简明股票减便宜 今天想要介绍的推荐个股是这一支 6770利基电 那利基电它的产业别为半导体业 那资本额有407.2亿元 是一间大资本额的公司啊 那我们从它的月K线图形来看 2年的2月份正式跌破5均线 一路最低跌到26块 从大约65块直接跌到26块 那2年的11月份12月份去年的1月份 看似它又涨回到5均线以上啊 可是没有成功又继续往下跌 那2、3年的年中到年尾呢 这一段部分还在5均线下面啊 可是2、3年的11月份又涨了1根13% 那12月份1月份目前为止在5均线 跟蓝色的20均线当中纠结啊 那由于利基电是一间比较新的公司 它的月K线图形 可以参考的部分很少 那在22年的时候 它有出现20以下蓝色的水位啊 那2、3年年底出现第二次蓝色的水位 那第一次蓝色的水位呢 我个人认为因为资料比较少的关系 没有办法判断它 所以我没有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可是2、3年年底呢 出现第二次蓝色水位啊 那11月份又出现了第一根拉伸 10月份K纸标13向下 那11月份K纸标为22向上啊 所以我个人认为 利基电历经了连续两年 K纸标在20以下 它已经经过两年 股价在低点的洗礼 那只要碰到蓝色的20均线 很有可能股价 就会一飞冲天啊 中化健康生气利利稳 多国专利原料克福尔泰 超过200种小分子生态 西班牙水分解胶原蛋白技术 保留蛋壳膜中多种灵活蛋白 支持身体顺行黄金比例 两瓶以上更优惠 班杰明从林健康世界热情推荐 我们来看一下利基电 它这间公司体质好不好 本益比48.28 真的是还蛮高的 太高了 股价净值比呢 1.26 只比1高一点 这一点可以接受 那盈余分批率的部分呢 从21年开始看 过去三年盈余分批率为 49% 21% 12% 那发都没有发超过5成 那年均殖利率呢 过去三年为 1.6% 4.32% 0.99% 有正常发 还算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 677凌利基电 它月营收的年增率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图表 非常漂亮啊 从20年12月份到 22年的 8月份呢 它都是红跟正成长的状态 那它的股价在 21年的3月份跟 21年的7月份来到相对 高点 那之后往下跌 那一样是从 22年的10月份开始 它月营收出现了负成长 那最多到 23年的5月份 它比起去年同月增减 它少了50% 它赚的钱少了一半啊 那我相信大部分的 股东 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之后 它月营收的负成长 可以收敛呢 慢慢的减少 23年的9月份 比去年同月增减 也就是22年的9月份 少了41% 10月份少了32% 11月份少了14% 那从这边的图形可以看出来 它月营收的负成长 有在收敛的状态啊 这一点是我们可以期待它 持续观察它的部分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吗 赶快去订阅哦 那这边的经济日报新闻 我们可以看到 立基电日本厂落脚 日本工程线 它的主工车用晶片 拼月产4万片 随着预定厂指公布 立基电成为在台系电之后 第二家赴日投资的 12寸晶圆厂的 台湾半导体指标厂 那外媒报导者提到呢 立基电和日本伙伴 合资的 JSMC计划新建不止一座工厂 所以立基电它持续有在投资 持续的扩增扩厂新建 这对公司对我们股东 都是一件好事情 接下来我们看立基电 它日K线图形的走法 那从7月份到10月份 都没有成功突破 绿色的60均线 那11月份突破了60均线 甚至突破了120均线 今年的1月份 有成功突破这个 橘色的240均价线 可是呢 又被打了下来 那第一个 建议各位投资朋友 进场的时间点呢 也就是现在 因为之后它的股价很有可能会在 240均线线和120均线线当中游走 所以这一段任何时间点进场啊 我个人认为都是OK的 那第二个最漂亮进场的时间点呢 在于说 它的股价在未来两周一个月 很有可能碰到下面的 这条紫色的120均线线 那会碰到可是跌破的可能性 比较低 所以它碰到120均线线呢 各位投资朋友就可以进场布局了 中化健康生气粒粒稳 多国专利原料克福尔泰 超过200种小分子生态 西班牙水分解胶原蛋白技术 保留蛋壳膜中多种灵活蛋白 支持身体顺行黄金比例 两瓶以上更优惠 班牙水分解胶原蛋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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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一个可以进场布局的时间点呢 是它的股价再次涨回碰到 这个橘色的240均线啊 只要再次碰到240均线啊 就是我们最后上车的时间点 千万不要追高啊 那由于它的股价在22年的时候 这边年初下列区间为53元 那未来它的公司有持续扩张的关系啊 我们可以预期这边的负营收成长会收链 那出现这边红根正营收成长的状态 所以它的股价回到22年的53块水准 我们可以指日可待 那今天的收盘价格为29.45 我直接算它30块好了 53减30除以30 只要它可以回到22年的平均价格53块啊 所得到的目标波段投资报酬率有76.6% 快要接近八成 相当不错相当甜啊 各位投资朋友还不赶快进场去布局它 这么甜的标的 如果喜欢我今天介绍的内容 请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 以及分享给你周遭有在投资的朋友 您的订阅以及分享 是我持续创作影片 分享我投资经验的原动力 还有不要忘记追踪班杰明的投资笔记脸书粉丝专页 谢谢各位